很多人爱喝咖啡,但是又害怕咖啡因的副作用 不过您知道吗,在咖啡中加入红枣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呢,红枣树的嫩芽可以泡茶,树根还能熬汤 研究红枣十多年的红枣达人史中心 他研发出一百多种红枣的相关产品 我们跟着镜头带您去了解 香醇的黑咖啡加入红枣粉末 喝起来不但没有咖啡的苦涩,还带点红枣的香甜 进了红枣之后有回甘的感觉 而且现在都标榜要养生嘛 那我觉得说,怎么样让自己最健康嘛 对不对,那我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排蜜饯是由红枣加人参熬煮而成 吃起来甜而不腻 它不加人工色素,也不加什么防腐剂的 就这样熬煮出来,实质上它也就可以当作一个零食 看准红枣营养成分高 市场上也开始研发多种产品 像是红枣茶叶,枣醋,果汁,甚至是红枣香皂 这一颗小小红枣,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说 它是一个维生素丸 它里面存在的蛋白质,维生素C 以及环磷酸鲜肝,微量元素B2,B12都在这里面 中国的老祖宗跟我们的红枣是结缘,是5000年 早就已经说明这红枣的好处 鼓励大家都吃红枣,红枣达人提醒民众 好的红枣有淡淡的果香 但是色泽暗红不均匀 所以选购红枣时切记 不要只是以貌取枣哦 前场亚特电视,陈昀如江淳慧,台湾苗栗采访报道